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要扩大纾困对象 以卖玉兰花的工作者为例 不料疑似造成有心民众专漏洞 整件事情被揭发全是因为有议员点出 现在要买三朵玉兰花不便宜 之前是三朵30元 但是现在居然要50元 怎么会涨得这么多呢 好像不太合理 因为玉兰花的价格应该不会因为疫情而调涨吧 后来才发现 事件不单纯 原来是这次的纾困方案 其中针对了未投保工作者的这一项 万元纾困申请条件 除了你是要符合所谓的未投保之外 还有就是你的所谓的工作 因为疫情而影响生计的话 如果没有办法再继续工作 摊伤就是一大例子 无法取得证明文件者来申请 因为总不可能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 像是不可能出示工作证 因此要他们可以用自行陈述的方式 其中一大方式就是用拍照来证明 因此好多人现在都跟玉兰花来抢着合照 相当的不合理 那他也就声称自己是在卖玉兰花来维生 想要来进一步申请这一笔纾困的一万元 结果导致现在玉兰花的批发花园 供不应求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 卖花一天可以大概收入200元到300元 那我直接拿到这一万元好像蛮划算的 导致现在花园大减才会价格提高 而且一口气大涨六成 看到地方上从万元之乱衍生到了玉兰花之乱 现在负责极难救助纾困的 还是卫补部长陈时中 他也不禁感叹 但是他相信这些人都是不得已的行为 也暂时强调政府想要补助的对象 是非常弱势的人 而且他希望这群人不要因为 为了要提出好像自己很困难 只要基本上把牌付的资料查清楚了 民众显清楚自己去年做了什么 现在收入为什么会变少 那收入栏填一下来看看 给地方还有中央来计算 其他资料有待当然很好 但只要有一些拒绝证明 没有一定要用照片 只要你据实已告 让政府好查 也就可以简化流程 抓紧红灯时间穿梭在车身中兜售玉兰花 最近行政院针对无保工作者 推出一万元纾困金 却让玉兰花大涨价 卖花摊贩很有感 就连台中市议员也加码爆料 三朵遗传的玉兰花比一杯大杯珍珠奶茶还要贵 以前是三朵三十块现在变成五十块 他说现在卖花的人多了 然后花量一样固定 相对的等于是你要拿的货源变少了 玉兰花价格足足涨了六成 原因传出疑似有心民众为了钻漏洞 抢批玉兰花来卖要申请一万元纾困金 造成玉兰花供不应求 现在卖花为生的民众进货量少 价格又涨没人买 生计大受影响 从市场流向来看 花农卖给花市或是承销商 中盘在卖给花店以及摊贩 对于价格暴涨 第一线花农否认 质疑是盘商提高价格 台中花市也解释 除以15民众败败需求大 玉兰花价格本来就会涨 但不至于涨这么多 台中花市认为 玉兰花价格暴涨 可能只是短期消息面因素拉抬 长期来说 以卖花为生的民众 不希望有人透过纾困炒作 影响价格降低买气 无形中也让他们成了 纾困变调的另类受害人 记者综合不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